你可能没听过拉里泰斯勒 Larry Kessler这个名字 但你的生活中一定有他的影子 他开发了Object Pestle 还发明了复制贴上功能 如果没有他 计算机也许还是实验室中独有的设备 不可能成为我们日常使用的工具 2月17日这天 这位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走了 享年74岁 1945年时 拉里泰斯勒出生于美国纽约 高中毕业后进入史丹佛大学主修计算机科学 1960年代 他进入史丹佛人工智慧研究室工作 同时他也热爱和平 积极号召反垄断 1970年代 他进入Zerox公司 开发Snotac与Trix文字处理器 也是在此期间 他和同事一起开发出了复制和贴上功能 拉里泰斯勒曾向贾博斯 Steven Jobs展示滑鼠驱动图形用户界面 贾博斯看到其中的潜力 这才运用到了个人计算机上 1980年代 拉里泰斯勒加入苹果公司 主要参与Apple Lisa和Apple Newton的研发 后来还曾担任AppleNet副总裁 Apple ATG副总裁和首席科学家 进入21世纪后 拉里泰斯勒曾进入亚马逊 改善亚马逊的UI 还曾参与遗传讯息公司23andme的产品研发工作等等 现在这位计算机科学家走了 但他的成就却仍旧影响着这个世界阿Q的 延伸阅读来源网路资料